大家好,我是Effy,然後我是第一次來提案 所以裡面包括授權或其他比較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再討論,那可以再問我 那我們是斯改實境遊戲計畫小組 那我們這小組有點特別是一個跨界計畫,是由一個紀錄片導演所發起的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許之強案,就是前陣子九月時候剛從八個死刑被逆轉成一個無罪 那這中間有一個就是司法結構的問題,那像這些法律問題對大家來講 可能不是法律背景的人就會很遙遠,那這個導演就一直想說 我們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讓一般大眾不是法律背景的人更了解這些司法問題 因為包括法單啊或者是一些我們之前被詐騙這些 其實都是跟法律關係息息相關,那我們想到一個辦法就是用司法議題去結合實境遊戲 那是要怎麼做呢?就是我們把司法議題用比較簡單的方法去寫進我們的故事劇本 那玩家在玩的時候呢就會有那個生理期間感覺就比較能夠了解 那我們的實境遊戲也會結合一些擴真實境,或者是一些用APP就是手機去操控 那對這些實境遊戲或這些技術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來跟我們詢問 那我們目前需要的是美術設計,還有網站的建制,因為我們完全沒有資訊被檢的人 那即使是單頁式的簡單網站可以存在我們資訊都可以 然後我們也希望有像急診人生啊或逆轉國會這種有互動小遊戲可以幫我們傳播 或者是散播這些議題,就是在前期跟後期都可以讓這個議題持續的到網路上傳播 然後其他如果對這個計畫有任何有興趣的人都歡迎前來詢問,謝謝 好